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的血案多达三千多起 同时手下培养一大批杀手 今天小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氏群76号特务组织中 第一杀手吴四宝的人生经历 他一生杀人无数 最后结局却离奇报死 吴四宝源集江苏省南通 从小爱打打沙沙 没有读过什么书 后到上海混生活 找了一份司机的活干 后好不甘心 只做一名小小的使司机 于是他投靠当时上海青汪头的纪云青 在汪中凭借身材高大 成为纪云青收下最能打第一个 而真正让吴四宝得到重用 并深受纪云青的重用 在一天晚上 纪云青遭到 潮家追杀这时刚好碰上吴四宝 一看是自己老大 吴四宝拿枪就上 经历一番打斗 潮家被打退 这是其他兄弟 也赶来 事后 纪云青为感谢吴四宝的救命之恩 特意将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他 这样一来 吴四宝身份在帮中算是云青职场 在上海滩 此时吴四宝也算是小有名气 同时也心狠手辣 后来在纪云青介绍下认识了李士群 因此加入76号特务组织 起初 该组织并不是那么强大 常常派出执行任务的杀手 要么失败 要么被杀 唯一有吴四宝每次都能成功完成任务 因此他也坐上该组织第一把交易 成为李士群徽下第一杀手 杀人了不少 时间一长 吴四宝也名震整个上海滩 据说 小孩夜里在母亲怀里啼哭 只要母亲说一声吴四宝来了 小孩立即止住啼哭 吴四宝的心狠手辣 而且枪法又准 同时黑帮也施得开 这样的人正是李士群需要的 因此 李也是他为心腹之人 而76号 也被当时人民称为魔扑 吴四宝自然是魔头 这也是我四宝的命运走到头了 当他知 到黄金要从江海运到银行时 他派人在路上设下埋伏 准备接下这批黄金 但这次吴四宝没有那么幸运 日军司机看见势头不对 开车就跑 并吹起手中警笛 这是一大批宪兵队赶过来 无奈匆匆而逃 事后 日军上海特高克特查此事件 后知道是吴四宝所为 于是 让李士群把吴四宝交出 这时 李士群也是进退两难 并大骂吴四宝 说这个家伙见钱眼开 什么样的人你也敢抢 在无奈的情况下 不得已把吴四宝交出 但是 李士群还是非常关心吴四宝的 在他进去后 李士群找人脱关系 走后门 送聘礼 终于 把吴四宝从牢房捞出 而吴四宝却离其报死 出来后的吴四宝被李士群送到苏州一栋洋房里 谁知 第二天吴四宝开始上吐下泄 到了晚上就离奇报死 原因众说风云 有说是特高克下的毒 也有说是被李士群毒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